我们两个人从高中就认识了 高中毕业我们确定了关系 但却开始了异地念 现在她毕业了 我也要开始实习了 可是她又要去深圳工作 又要开始新的一段异地念 我接受不了 三年的感情了 她给我写封分手信 就是要跟我分手 我这三年的付出都算什么 我不能什么事情 都按照她的要求去做 我爸妈肯定不同意我去深圳 她那么强势 我觉得她应该像一个男人一样 有点担当 有点责任感 我要为我这三年的付出 要有一个说法 展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琪23岁 来自湖北声明学生 女嘉宾小琪23岁 来自湖北声明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谈了三年恋爱了是吧 对 三年了 是同学 高中同学 然后高中毕业之后 就是高考之后 我们就是决定在一起了 高中同学 问个问题 这个情侣默契度的考验 她是哪年生的 她是95年 她是哪年生的 95年 她是几月的 8月 她是几月的 8月 她是几号的 5号 她是几号的 5号 同年同月同日生 你看 时间就这么巧的事情 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你们读高中的时候知道吗 知道 知道 就是后来慢慢认识了 然后就知道了 高中的时候 是不是就 彼此就心生好感 那个时候 就是她理科不是很好 然后就向我请教物理题 然后我就教她 慢慢的时间长的认识了 然后就知道了这件事 后来就读大学 就在一起了 是吗 对 是在一所学校吗 不是在一所学校 其实当时 我可以跟她去一所学校的 就是因为当初她的父母的原因 就是她爸妈 也挺不喜欢我的吧 然后当时我跟她 已经决定好了 要去北方的 我俩也已经说好了 说我们一起去北方闯一下的 那最后当时她爸妈 就是说 跟她分析一下 说不要被她蛊惑了 你就离家近一点 我当时我就已经填完了 她偷偷改了 还没跟我说 当时我就觉得 她挺没有责任 挺没有担当的 你说我们都已经说好了 那就算要改 你也应该跟我说一下的 那最后我干嘛 她都没跟我说 我觉得挺生气的 所以大学你在哪读的 大学我在吉林读的 那你呢 我在襄阳 然后就大学就异地了是吧 对 大学就异地了 然后这异地 是怎么保持 你们的爱情热度的呢 刚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就是通过那个QQ吧 电话 打电话之间就是联系 然后每天都视频 会彼此去看对方吗 在这三年中 我无数次去看过她 只要我身上就是有点钱 我就去看见她 但在这三年中 她一次都没有看过我 出事了就是我担着 就是我一直在为她付出 她一直没有为我付出什么 不 不 你们读大学 出什么事啊 就是大学的时候 她跟她室友玩游戏嘛 玩游戏最后 她把她室友手机摔坏了 那水也挺贵的 她也赔不起 她一约也就一千多块钱 生活费 她也没敢跟她家那人输嘛 然后当时给我打电话 当时我在那个吉尼那边嘛 我是自己做兼职 然后我平时一个人也挺节省的 我就把我自己就是省下来钱 我全部暗话没说 给她打过去了 那事后她也没说 表什么态什么的 什么都没有说 我就觉得她挺没有担当 挺没有责任的 当时是把室友手机摔坏了 然后不好意思跟家里说 然后想着她是我女朋友嘛 然后知道她在兼职打工 存了一点钱 就跟她先借过来 应个急用一用 然后以后我存的钱 怎么还给她 然后后来就没存住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这件事 不了了之了 谢谢大家